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在娃娃机店内一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他手戴着手套 拿着工具不断恶意的破坏娃娃机台 想要撬开这里头的零钱箱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这件男子成功撬开了机台 还窃取里头的零钱 而事后业者是发现机台是遭人破坏 损失大约有五千多元 立刻是提供监视器 并且报警我们带您听一下警方访问 好的警方是根据监视器 锁定设有重嫌的零性嫌犯 在他家埋伏 趁着他骑车回家之际 一举上前将他逮捕 也在他家搜出当时作案的 衣物还有工具还有毒品 警方还发现 他另外涉及其他彰化线内 多起的娃娃机窃盗案 将他一连续窃盗 毁损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彰化地检侦办